为什么我用原相机拍照 不是脸歪腿歇 就是显老显脏 毛孔还看得一清二楚 用美颜相机 不是妆容俗气 就是失真不高级 这个图吧 以为自己很好看 一不留情就屁头了 但是我们用的抖音相机 简直就是封城 就它既保留了 原相机的真实和高清 又保留了美颜相机的 细意有光泽 而且看不上其他软件 就看到自己喜欢的妆容 需要会员 真的是完全免费 关键吧 就是学会我这条参数 不管你的手机是什么型号 都听用 千万不要爱抬你闺脸 自己偷偷保存下来 当作我自己的原因 首先打开抖音相机 不要美颜装用随面价 那也会很假 咱们就点击原生模式 调节美颜参数 磨皮美白呢 调到十左右 就会有买名机的效果 机器就浅浅地拉到三十 保留一点瑕疵才会更真实 但是呢 又不会像原相机 那么显黄显脏 瘦脸十五就够了 你看啊 就它后面是这种直线条 它都不会歪 带三十 窄脸颧骨三十 瘦脸二十 略远圈十 反令纹十五 立体选择减零二十五 这个啊 是调整骨相的关键 还有 疹状一定要关掉 加上这套美颜相机 假面又不高级 最后最后 喜欢冷白皮的姐妹 在绿机里面选择冷白 拉到三十就好了 参数都放在这里了 不过不要超过三十 不然就会缺乏真实感 看看 就这套参数 小脸能调出来能不好看 在你也想靠近吧 直到你接毛巾耍着我脸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